我们今天从《撒末尔记》上22章,进去往下看 22章,上一次我们提到 有四百个人就到大卫那边去,投奔他 这四百人都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 然后,大卫的富家也从伯利恒来投奔他 这时候他在亚度兰洞那边 然后第三节,大卫从那里,就从亚度兰洞往摩押的米斯巴去 米斯巴的意思是守望塔 这个名字在巴勒斯坦,有好几个地方都叫米斯巴 因为那都是守望塔的意思 这个米斯巴到底在摩押的什么地方呢?不太确定 但是有可能是在他们的首都,吉尔哈列社的附近 所以,他就先到一个靠近影基底的附近,那个有山寨 然后就把父母亲送到摩押过这里去了 他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 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所以,他就把父母亲安顿在那里 然后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 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 因为大卫在外面颠沛流离,住在山寨 有时候住在山洞里面,那个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 他父母亲年纪老了,所以不要让父母亲跟他一起颠沛流离 所以,他就把他安顿在摩押王那边 为什么放到摩押那边呢? 有人说,因为大卫的真祖母是路德,是摩押人 所以,借着这层关系 所以,他就把他送到摩押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家谱 你就看到说,犹大生法勒斯,法勒斯生希斯伦等等 一直到大卫 中间有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厄贝德,然后生耶稀 我们知道,实际上 从犹大到拿顺 这个是他们从他们寄居埃及 一直到出埃及的时候,430年 然后,中间出埃及 到撒门跟喇合,这时候就进迦南了 然后,世事时代有450年 就从撒门一直到耶稀 之后就进到王国时代 所以你看,从撒门到耶稀这几代 一代、两代、三代、四代 四代450年 不太可能 所以,这中间可能跳过好多代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家谱 有时候会跳过一些 他就没有每一代都讲了 这里头到底是跳过什么地方? 有两个地方,有可能 就是一个是从撒门到波阿斯 中间可能省略了几代 或者从厄贝德到耶稀当中省略了几代 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是在厄贝德跟耶稀中间还有多几代的话 从大卫到路德,那就不是真主母了 这个可能是真真真主母 所以,等到经过那么多代 其实大卫跟摩亚的关系,已经是非常非常淡 那你说耶稀跟路德 耶稀跟路德,如果关系最近的话 是祖孙的关系 当然是有可能,因为这关系 所以把他们送到摩亚 但是也有可能只是纯粹 因为觉得那边比较方便 所以,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在圣经里面的家谱 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跳过一些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只有这么短短的期待 然后,接着 把父母亲安顿好了之后 先知迦德就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他本来住在山寨 迦德就来对他讲 这个迦德是谁? 大卫的生平当中,有几个先知 迦德是其中一个 迦德,他写了大卫的生平的一些历史 撒摩尔也写了一些 拿丹也写了一些 所以,撒摩尔、拿丹跟迦德 他们可能就是撒摩尔记上下的作者 就是把这三个人的著作 并在一起之后 就变成撒摩尔记的上下 另外,迦德也跟拿丹 帮助大卫组成圣殿的乐班 在摩西勒律法里面,没有唱诗班 没有圣殿里面的诗歌敬拜 但是到大卫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那是大卫自己发明吗? 也不是,是神启示先知拿丹跟迦德 去告诉大卫的 就大卫说,现在神的心意是要 你在圣殿里面设立敬拜团、唱诗班 大卫本身的一个特长就是音乐 所以,他也就非常欢喜地在圣殿里面设立唱诗班 但是,这个是从迦德跟拿丹 得到神的启示来告诉他的 另外,迦德也被称为是大卫的先见 所以,他好像是特别是在大卫身边来辅佐他 好像当做他的一个眼睛 神给迦德看到一些什么 给他明白一些什么意象 然后,他就转告给大卫 所以,他好像是大卫的眼睛 他大卫的先见,The Seer 他就宣告大卫书殿以色列百姓的刑罚 那时候,他让大卫从三个刑罚当中认选一个 那个是神参迦德去跟大卫说的 迦德就叫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 你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照着他所吩咐的 进入哈列的树林 哈列的树林是在这边 你看,感觉上往北边去 好像离扫罗近一点,感觉有点危险 但是神的旨意,神会保守他 因为他将来,还是跟犹大这边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不要他跑太远 在这个地方,哈列的树林 这是一棵垂丝柳树 垂丝柳树的叶子是这个样子的 它上面是一条一条的 这个是上面有一节一节的叶子 这样子的 垂丝柳树 那时候,亚伯拉罕曾经在别四巴 种了一棵垂丝柳树 在那边求告神 现在,扫罗他也坐在一棵垂丝柳树的下面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 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 重臣服势力在左右 基比亚的拉玛 拉玛不是撒末人的家吗? 不是,这个拉玛是一个高地或者小山的意思 所以,基比亚那边有一个高地,有一个小山 他就坐在那山上 然后,那边有一棵垂丝柳树 所以,他们当时的朝廷比较简单 不是像后来所罗门荣华富贵 他那时候就坐在一棵树下 这个就是他办公的地方 然后,众臣服势力在左右 那个时候,王国才刚刚 这个是第一个王 所以,那时候没有太复杂 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 变亚敏人,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稀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 是给你们个人吗? 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你看他左右势力的这些臣仆 看起来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人? 变亚敏人 都是他的同乡,都是他的宗族 他说 叫这些人想一想 如果是大卫做王的话 你们还会有今天这些好处吗? 所以他是靠着血缘、靠着利路 来收买人心 他不是以神的道德呼召 或者什么样 神的使命托付来号召众人 没有,他就是靠着血缘 我们同样都是变亚敏人 所以你应该支持我 然后,我会给你好处 给你田地葡萄园 给你做官 借着这个人来收买他们 所以扫罗是非常属天然的 他完全是用人的方式 在那边建立他自己的势力 你们竟都劫打害我 我的儿子和耶稀的儿子结盟的时候 无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缩我的臣子 这臣子是丹树 应该就是长大位 磨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也无人告诉我 为我忧虑 这时候,以东人多亿亚 站在扫罗的城堡当中 就对他说 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到了挪伯 亚西徒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 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杀非利式人哥利亚的刀 他们对于大卫有敌意的人 都不直接讲他名字,都讲耶稀的儿子 他就把这些事情,报告给扫罗了 这是当初 躲在后面就多疑了 王就打发人,将祭司 亚西徒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驻罗伯的祭司都召了来 他们就来见王 把整个家族叫来,这是非常小可 然后扫罗说 亚西徒的儿子要听我的话 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 扫罗对他说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结党害我 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 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 亚西米勒回答王说 王的城府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 当然不是这样 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 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他们大卫跟扫罗才刚刚决裂 所以,他怎么会消息这么灵通 他不可能知道 但是,扫罗就不相信 然后,亚西米勒,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 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 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 但是,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这当然是不敢 不敢,你杀神的祭司 这好大胆子 虽然是王吩咐他们这些臣子还是敬畏神的 你跟大卫为敌是一回事 你跟神为敌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们没有人敢动手杀神的祭司 王就吩咐多亿说,你去杀祭司 多亿是乙东人 他是在规划犹太教 但是他之所以会打小报告 就是他想要那些功名利禄 对不对 所以他叫他杀,他就去杀了 乙东人多亿就去杀祭司 其实那时候他听亚希米勒跟大卫对话 他可能都听到了 他应该可以知道 亚希米勒其实都被蒙在谷底 他什么都不知道的 但是他报告给扫罗 心里头就有私心跟恶意 真的是出卖这些祭司 要成就自己的利益 所以后来大卫写的《诗》里面就说 他讲的是谎言 那日杀了穿戏麻布以不得的85人 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 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 这非常严重 那时候他们只有对那些 神吩咐他们说要全部除灭的城市 才这样子处理 怎么他们竟然把祭司城里面所有的全都杀了 这里头他们有一些也许不是祭司 也许不是立位人 但是总而言之 他们就把整个城的人 连牛羊驴全都杀尽 这个就是那时候对付迦南人的时候的那种做法 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才会这样子 就是把整个城灭掉 是献给神 他们这个不是献给神 这个是献给扫罗 然后 亚希徒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 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死告诉大卫 他是唯一的一个幸存的 所以他从罗伯那边就逃到哈利尔树林这边 大卫对亚比亚他说 那日我见以东人多意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 你付的全家上民都是因我的缘故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 因为寻所你命的就是寻所我的命 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所以,亚比亚他还投奔他 投奔他,对大卫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亚比亚他带着以佛德过来的 所以从这以后,大卫要求告神就很方便了 反过来讲,扫罗把自己自绝于神 因为他把所有的祭司都杀了 所以他从这个以后,他根本就没办法求问神了 这个祭司被杀,一方面是受到大卫的连累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神的咒诅 为什么?因为应验了当年神人对以利的预言 他说,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 所以,这件事同时也应验了神的那时候的预言 他们死在中年 我们看到亚希米勒 他这个祖仆是这样子 亚希米勒的真主妇是以利 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中年 他们一日同死,被菲利斯人杀死了 菲尼哈死的时候,以加伯达刚刚出生 所以,和弗尼跟菲尼哈都是死在中年 亚希亚跟亚希米勒,也都死在中年 谁是亚希亚? 亚希亚就是那时候有一场在密谋的战争 那时候,耶娜当去偷袭菲利斯人 结果那边就打了一场大胜仗 在那个时候,菲利斯人大乱的时候 扫罗就问祭司,要求问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祭司就是亚希亚 后来扫罗看到,对方实在是越来越乱 他说不要求问了 直接他们就过去看了 看他们原来自己彼此互相残杀 所以,他们就开始追杀他们 那时候是亚希亚做祭司 可是现在变成亚希米勒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照理说,一个祭司应该是终身职,做到他过世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可能亚希亚就已经过世了 亚希亚过世的话,表示说他也是中年 年纪不会是太大,就已经换他 有人说亚希亚跟亚希米勒,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名字,同一个人 但是,既然是同一卷书里面 前面讲亚希亚,后面讲亚希米勒 很可能是兄弟两个 但是,哥哥过世了,现在弟弟续任 这个弟弟,这个时候 亚希米勒这时候被杀了 他年纪有多大,是很老呢?还是年轻 亚希徒大概是跟撒摩尔同辈 因为撒摩尔出生的时候 和伙尼跟菲尼哈都已经在做祭司了 接着,亚希亚跟亚希米勒 大概跟扫罗是同辈的 然后接着,亚比亚他是跟大卫同辈 所以,亚希米勒被杀的时候 大概跟扫罗大概是什么同年 那个时候,扫罗大概多大? 大概60岁左右 所以,亚希米勒也差不多 我想大概也算是死于中年 所以,这都是应验了神对他们的预言 后面亚比亚他活得比较久了 他一直活到大卫过世之后 但是在他手上 等于是他们祭司的职份也被剥夺了 这也是应验了神在以利后的另外一个预言 就是说,他们会被剥夺做祭司的职份 刚刚多亿亚来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 那时候,大卫就写了这首诗歌 他说,勇士,你为何以作恶之夸? 撕比古这篇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神的慈爱是长存,这个吕真宗译本说 你为何以作恶之夸,而攻击上帝奸争之士呢? 这样翻译好像比较顺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也是ok 因为他跟勇士他所自夸的是相对的 虽然你以作恶之夸,但是我是倚靠神的慈爱 接着他就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力伤人 你爱恶,甚是爱善 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 讲到多亿所说的那些话 诡诈的舌头,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借着这些话,他就毁灭了整个祭司的城 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 祂要帮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一人看见惧怕,并要笑他 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以让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 多亿借着向扫罗报告这件事情 他就飞黄腾达 他就一定扫罗赏给他极大的财富跟尊荣 所以,他就以自夸 然后在邪恶上坚立自己 英文是说,Guru's strong by destroying others 就借着毁灭别人,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所以,这个就是多亿所走的道路 他借着毁灭别人,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得着许多丰盛的财物 以这个作为他的依靠 但是相对的,大卫说,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 神的殿里面怎么会有青橄榄树 这个我也常常一直想不通 因为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是没有这个的 但是这个时候,大卫时代 所罗门圣殿还没有见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慧幕 慧幕那时候先是在四罗,后来到罗伯 是慧幕 慧幕里面好像也没有橄榄树 因为我们看那时候,慧幕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 中间不会有橄榄树的 但是到了迦南地里面,是不是有橄榄树? 看样子好像是有,所以大卫才会这么写 说神殿中有青橄榄树 他可能每次去到那边敬拜神 看到那边有棵橄榄树 他心里头就有很多的感想 他说,我真的是巴望住在神的殿里面 永永远远 就像那棵树一样,青橄榄树 意思就是说,它是发望的 这个青橄榄树,它是什么? 它住在神的同在当中 它没有什么金银财宝 它就是什么? 它依靠神的供应 神在那边照顾树 就像神照顾小麻雀一样 神照顾小麻雀,神也照顾青橄榄树 所以大卫说,我就像那棵橄榄树 我要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 这就是生命树的道路 多疑所走的就是分别善恶树的道路 那是一条离开神的道路 就是自己去张罗,然后以你所得到的这些财富 作为你的安全感 以这个为夸耀 但是大卫,他不以这些为他的指望 他就只依靠神的慈爱 我现在最重要的件事情就是要抓住神的手 我只要认定神,神就负责我这一身 他就照顾我这一身 所以我是依靠的是,依靠神的慈爱 我不是依靠神给我一堆钱 这些钱成为我的安全感 有人就觉得说,生命一定要多一点钱 才会有安全感 那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觉得神,神才是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紧紧的刷住神,就不会有惧怕 不会有缺乏的 所以大卫说,他是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 这就是生命术的道路 依靠神 我要呈现祢直到永远,因为祢行了这事 什么事?就是毁灭恶人 我也要在祢圣明面前,仰望祢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大卫这个时候才多少岁? 二十多岁,二十出头 你看他二十出头,他所写的这个诗篇 其实里面就充满了生命跟亮光 你就看到,借着这些苦难 神就在那边锻炼大卫 让他的生命越来越加的美好 依靠神 然后他知道说,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就依靠神的慈爱 他不被那些财富、功名所迷惑 所以从他的苦难当中,我们看到记者诗篇 也看到他心里头的一些心路历程 有人告诉大卫说 菲利斯人攻击基拉,抢夺何场? 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件比较大的事情 刚刚是,第一个是扫罗杀祭司 第二个是大卫现在要来拯救基拉 基拉在哈列树林的附近 他介于哈列跟菲利斯人的地中间 现在菲利斯人过来了,来掠夺他们的荷场 掠夺他们的一些农作物 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菲利斯人,可以不可以? 他怎么求问? 我相信是借着那个污林跟土名 就是那个亚比亚他带来的 然后耶和华就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菲利斯人,拯救基拉 所以他既然祭司来,他可以求问 他说可以去 跟随大卫人对他说 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 何况往基拉去攻打菲利斯人的军旅呢? 这些人脑筋好像比较实际 对啊,我们在这边 我们都还是一凭逃亡的人 躲扫罗都来不及了 你还跑去跟菲利斯人的正规军去冲突 你有没有搞错? 所以大卫再求问一次 耶和华回答说 你起身下基拉去 我必将菲利斯人交在你手里 神说,他把他交在手里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顺服了 大卫而跟随他的人,就往基拉去 与菲利斯人打仗 大大地杀拜他们,又夺破他们的牲畜 这样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 所以大卫那时候,其实他也蛮需要一些补充 他们四百个人 这个时候已经增加到六百个人 等一下看到 这些人他们要吃、要喝怎么办 所以借着这样打败菲利斯人 他们就夺后了许多的牲畜 感谢主,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看,每一次来一个挑战,一个困难 其实是神在喂养我们 借着菲利斯人的挑战 他们说,我们去,我们怎么可能呢? 但是你一去,结果 神让他们大卧全身,而且掳获他们的牲畜 所以他们就得到了供应,得到了喂养 所以仇敌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不要害怕 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接受 当然是要先求问神 然后,他就救了他们 救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住进去了 这比起住在树林里面,要舒服多了 而且基拉百姓敞开双手来欢迎他们 因为他们救了他们 所以我相信基拉百姓,就给他们吃好的、住好的 他们比较高兴,住进去了 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 手里拿着以弗德 所以你看,就是他去的时候 他不是空手去了,他带着以弗德 什么是以弗德? 这是祭司的衣服 所以里面这件背心,这袍子 有点像是太太炒菜,围裙 这个围裙就是叫做以弗德 除了这个围裙之外,还有包括上面这个胸排 这整套就是以弗德 这个胸排,中间有一个夹层 因为它不是就一片布,它是两片 所以中间有一个夹层,好像口袋一样 这口袋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土明 乌灵的意思是光明 土明叫做完全 有人说是两块石头,一个是黑的,一个白的 所以当祭司要求问神的时候 他就好像抽签一样 神啊,我们看不该去攻打非利斯人 结果他就去抽签 抽到白的是什么意思? 黑的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哪个是yes,哪个是no 接着这样,他们就来求问 所以他带着以弗德去,对大卫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他可以求问神 就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拉 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酸的城,困闭在里头 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的 扫罗是一个非常非常 他是一个宗教徒 宗教徒 就是他跟神之间,他没有那个真实的关系 但是他会有很多宗教的疑闻形式 所以献祭,他觉得明星一定要献祭才怎么样 然后要借着启示,怎么样 之前他不是老过好几次事情吗? 你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 认为说,你要借着那些疑闻来讨神的喜悦 但是实际上他跟神之间没有默契 没有真实的感情 这里他又把神抬出来 神把他交在我手里 就是所谓宗教徒就怎么样 就是满口宗教术语 讲了很多话,神怎么样 可是内心却远离神 所以嘴巴上亲近神 内心却远离神,这就是宗教徒 于是扫罗就遭聚众名,要下去攻打吉伊拉城 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他讲说,这下子好了 大卫完蛋了 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 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 再来求问神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仆人听真了 扫罗要往吉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臣 吉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你只是仆人 所以你看他很多问题,但是都可以来问神 透过祭司就求问 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 然后大卫又说,吉伊拉人将我 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耶和华说,必交出来 这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面对扫罗那么大的压力 如果不把大卫交出来的话 他们就整个城都要陪葬 所以当神说,他们会把他交出来 大卫就也不为难他们 不要把这个难处,让对方去带 他就赶快逃命 大卫和跟随他人,约有六百个人 就起身出了吉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了 所以这时候本来四百个人,现在已经到了六百个人了 这六百个人只好出来了,离开 本来在那边还舒服一阵子 现在不行了,要继续逃命 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吉伊拉逃走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接着,大卫就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 扫罗天天寻所大卫 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西佛在这儿 然后,你看到他是住在山寨里面 但是实际上,神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 所以神是大卫真正的山寨跟保护 大卫是让扫罗出来寻所他的命 那时候他住在西伯旷野的树林里 关于这个山寨,大卫后来他写的诗歌里面,常常提到山寨 10篇18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 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他之所以在大卫诗歌里面,常常提到 神是祂的岩石,是祂的山寨 就是因为基于祂在逃难当中的经历 因为祢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所以,求祢为祢名的缘故,引导我,指连我 求祢做我常驻的磐石,祢已经命定要救我 因为祢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还有许多,都提到神是祂的山寨 山寨是什么? 山寨,我本来想说,Google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山寨的图片 结果一山寨,查一下就出来 全部都是山寨货 现在你要打个山寨的话 都是山寨手机、山寨球鞋 但是你查一下原文 山寨其实就是一个宝藏 好像是一个比较坚固的地方 祂在那个地方,比较易守难攻 所以,有一些地方在旷野,在野地 有些地方是比较容易防守的 就是成为祂的山寨 不是人建造的一个什么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他比较容易看到敌人靠近 他比较容易守卫,或者比较容易逃走 但是,大卫他却说 他真正其他的山寨是什么? 是神,是神成为他的山寨 所以在这边说 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所以是神亲自在保守大卫 这时候扫罗的儿子约纳丹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 使他倚靠神得以兼顾 约纳丹真的是大卫的好朋友 他知道说,大卫这时候在逃难 一定是心里头很落寞 然后或者会焦虑 圣主也会对神信心会摇动 所以他就特别赶过去 他也不晓得是从哪边得到消息 他就去打听,然后去找 扫罗找不到,但是他可以找到 那些廖王的人一看到,约纳丹来了 然后就把他接来过来 然后他就使大卫什么? 倚靠神得以兼顾 所以他在灵里面给大卫加力 给他鼓励,让他专心倚靠神 不要看外面的环境 然后跟他说,不要惧怕 我付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 不是说他不想害你 而是说他一定找不到你 他想害你也害不成 你不要害怕,他害不了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 原文是说,在你以下居第二位 这是我付扫罗知道了 所以约纳丹非常清楚,神在大卫身上的计划 所以他也愿意让神的旨意在大卫身上能够成就 所以他在这边也帮大卫一把,坚固他的信心 让他知道说,神在你身上旨意,必然会成就 所以我付扫罗的手,绝对不会害到你 然后他会在他底下居第二位 这个就很像是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的伴郎 等于是新郎旁边的第二位 所以他可能就是神给他有这样的启示 虽然后来他真正并没有做成大卫的宰相 但是在天国里面 我相信他真的就是在大卫的身边居第二位 他所看到的,所以他所感受到的呼召 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必然会成就 所以在地上虽然没办法做他的宰相 但是在天国里面,他真的是在他旁边居第二位 所以你看那个谁,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就是为主耶稣开路的 他成为主耶稣的伴郎 然后主耶稣怎么说他? 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生大过施洗约翰的 所以他几乎就等于是说 在他之下就是施洗约翰 可以这么讲 在新约里面,到了新约的时候 被重生的那是比他更大 但是在旧约里面,他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位 这是我父扫罗也知道了 他心里有树,大卫会做王的 于是二人在越皇面前立约 大卫人住在树林里,约翰丹就回家去了 这是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之后,约翰丹后来就死在战场上面 被菲利斯人杀死,这是后来的事情 那希佛人吓到基比亚去见扫罗 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 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它交在王的手里 这个希佛人一直是大卫的一个 远中钉还是乐中的刺 真的是他一直在找大卫麻烦 一直把大卫的行踪报告给扫罗 扫罗说,愿耶和华似服于你们,因你们顾虚我 所以扫罗又是满口属灵的术语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顾虚我 所以他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就是天然人的特色 请你们回去,在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 是谁看见他在那里? 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 回来据实的告诉我 我就与你们同去 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人万户中收出他来 后来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些希佛人 他们的口好像是快力如刀 像是在他脚前设下网罗 我想大卫常会很哀怨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希佛人常常跟他作对? 实际上,这些希佛人是大卫的祝福 为什么是大卫祝福? 你知道希佛人什么意思? 希佛人的意思就是冶炼功 是冶炼的那些人 这个字很有趣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讲出,他们在大卫身上所做的 就是做冶炼的工作 这些人是在那边,让大卫的生命更加的 被锻炼的更加的像神的 虽然这些人真的是恶人 是想要害大卫的 但是神借着这个东西,这些人来制作大卫 所以,我们身边也许有一些希佛人 但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仇敌 是我们的祝福,为什么? 因为神借着他们在冶炼我们 这样我们这个生命要更加的成熟 所以,大卫如果眼睛被打开 说,神啊,我为这些希佛人 我要感谢你 因为这些人,我的生命才会被你改变 让我的天然更多的被脱落 所以,这些人好像有点像苍蝇一样 大卫到哪边去了? 这个是盯着你 西佛人就起身,在扫罗已先往西佛去 大卫和跟随他人去在马云旷野南边的雅拉巴 这马云的南边 然后扫罗和跟随他人去寻找大卫 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 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 这时候,他就去围捕他 这时候,场面非常的惊险 扫罗在山的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人在山的那边走 大卫急忙躲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人,使命围住大卫 和跟随他人要拿破他们 所以这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危险的 几乎就要把他抓住了 结果这时候,忽然有识者来报告扫罗说 非利式人犯禁强掠,请王快快回去 所以,他们一个在山的这边,一个在山那边 扫罗不知道说,再多追一下子 就可以追上大卫 因为他们看不到大卫在哪边 他不晓得再追下去的话,大卫就会落网 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消息 所以让他stop,让他止步 就回去 扫罗就不追赶大卫了,回去攻打非利式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西罗杰 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Rock of divisions 分开的一个磐石,或者说是Rock of escape 是一个逃脱的磐石 这块磐石,把大卫跟扫罗分开来 这块磐石,让大卫可以顺利的逃脱 所以这边看得出来,又是神 神在保守大卫 他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 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影基底的山寨里 大卫在这件事情点点滴滴 他就开始经历到,神真是一位信实的神 神把他的性命,真的是放在他的手心底下 之后他就去到影基底 影基底的意思就是小羊之泉 那是靠近四海的一个绿洲 那边有一些泉水 也有洞穴 然后西伯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大卫那时候就做的训维师 所以碰到讨厌的西伯人 大卫就开始跟神发出一些呼求 所以就是有苦难的,才会有诗歌 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 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万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所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所以西伯人眼中没有神 他们不敬畏神 其实他们有很多人 这时候已经知道 神已经高,已经立大卫要取代扫罗了 我们后来会看到,像亚比盖都知道 有些人都知道说,大卫将来是要做王的 但是这些西伯人,他们即使听说了 即使他们也觉得,大卫真的是好像可以取而代之 但是他们还是起来帮助扫罗 所以在他们眼中,根本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心上 大卫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看到他常常都会这样 前面都先述说他自己的处境 所以前面这三节,他述说他的处境 接下来他就宣告 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 在这里他宣告神的所事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他说神是帮助我的,神是扶持我命的 然后,这个神是诚实的 就凭你的诚实、真实来灭绝他们 神要报应仇敌所行的恶 他说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然后,我要把甘心记献给你 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疾难中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 所以最后他就起来赞美神 然后许愿,然后信心宣告 所以大卫很多诗歌就是 虽然还在苦难当中 但他都是以信心的宣告做结束 所以在大卫身上,我们就看到 我们也是应该要像这样子 虽然在苦难当中 我们也是常常在用信心宣告 然后,我们也宣告神的所事 神是帮助我的 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 是扶持我的 常常这样宣告 我们里面就不会老是被仇敌压着打 然后,扫罗就追赶非利斯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影基底的旷野 大卫想说,怎么总是会有人去告诉扫罗 真的是很烦 但是,这个就是神的熬脸 有人会告诉扫罗 但是后来你看,也有人会告诉大卫 扫罗来了,怎么样 所以,神也会兴起人来帮助大卫 这个是有人帮助扫罗 其实也是在帮助大卫的生命成熟 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三千个精兵 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 寻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再去来到影基底 这边野羊的磐石 路边有羊圈 这个羊圈就是牧人 他们临时搭起来的羊圈 夏天,他们带羊出去到旷野的时候 晚上就把羊放在临时搭起来的 这个路边的羊圈里面 然后免得被蟑狼、野兽吃掉 所以,他外面有用石头把他围起来 旁边有一个门 牧人就躺在这个门口 牧人就是这个羊圈的门 这个地方,冬天他们不会用这个 冬天他们都把羊放在自己的村子里面 因为外面太冷了 夏天,他们就会放到外面来 那边,他说那里有个洞 扫罗进去大姐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怎么这么巧,刚好就在这个洞里 看起来好像就是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 所以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说 真的是天助我也 耶和华曾对你,曾经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 所以大卫就起来,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这衣服当然不是穿在扫罗身上 扫罗那时候要大姐 所以那衣服就放在旁边 里面黑漆漆一片,谁都看不得见什么东西了 所以大卫那时候就把外袍割下一段 但在割的时候,他心里头就自责 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所以他就跟随他的人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大卫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这是神设立他做王的 这个是神亲自立他的 我怎么敢去碰神所立的人呢? 我这样的话,不就得直接攻击神? 大卫用这个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那些人就觉得大卫也好笨 你把他给杀了,我们这些痛苦都结束了 多好,你就做王了 但大卫他不愿意 用自己的手段,缩短他自己的痛苦 虽然好像这样看起来比较快,比较爽 但是他还是等候神的时候 让神自己来做 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 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啊 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 脸浮于地下拜 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禅言说 大卫想要害你呢?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 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 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 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 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 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 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 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各找就是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断定是非 并且见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这就叫他大卫 之前都叫他耶稀的儿子 然后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 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已善待我 我却已恶待你 你今日显明是已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 人若遇见仇敌情,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 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一善报仪 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 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不剪除我的后裔 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于是大卫向扫罗启示 扫罗就回家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 扫罗在这个地方良心发现 他承认大卫比他公义 因为大卫以善待他,他却以恶待大卫 这个时候,少了真的是难得几次 良心发现 大概有三次,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约拿丹在那边劝他的时候 他说,我必不杀大卫 这次他更是良心被深深的摸到 他也承认大卫必要做王 以色列国必坚立在他手中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 他既然知道大卫要做王 他为什么让大卫在外面漂流 他如果大气一点的话 他应该就宣布退位 把王位让给大卫就是了 他明明知道大卫要做王 然后他就是让大卫在外面继续漂流 这个说起来还是小里小气 不过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的反应 他真的是通过了考试 在这个地方,神给他一个考试 结果大卫一百分 他没有伸手去害嫂罗 这个很不容易 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缩短他的痛苦 所以他把自己交托给神 所以这个是对神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信心 才可以做得出来的 如果他对神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他绝对不愿意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但他知道神掌管一切 所以他可以让神接手去做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让他去接续他作王 但是他不愿意自己来杀耶和华的受告者 这个是在他眼中,他认为说 这直接是冒犯到神的权柄的 诗篇57篇 那时候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 那时候他做了金师教育领长 调用修药毁坏 他藏在什么洞? 这个洞应该就是隐积底的山洞 就是他这一次在逃命的这个地方 不是早期的亚都兰洞 因为在这边,我们看到这里提到 有一些人要害他 在亚都兰洞的那个阶段 还没有像这里 这里就是那些西佛人在到处告密 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怜悯我,怜悯我,这个厉害的呼求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是至高的神,为祂成全诸事的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这时候大卫在一个最低的地洞里面 但是他在呼求一个至高的神 他坐在天上 然后他相信说,神从天上必要施恩给他 要叫他发出慈爱跟诚实 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过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剑 他们的舌头是块刀 这个讲谁?这个讲到西佛人 为什么?他就住在这些人当中 而且,这些人不是讲到扫罗的那些部署 因为这些人的特点是 他们的牙齿跟他们的舌头 所以是借着牙齿跟舌头 在这边追索大卫的性命 所以就是西佛人 借着嘴巴去打假报告 所以这个是在影迹里的煽动这个阶段 所以他说,我住在这些人当中 然后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然后他又说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尸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诗 这时候一下子在看 他一下看到那些仇敌 一下子又转眼怎么样?抬头望天 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讲完之后,再回过头来 再看那些可恶的人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从第四节跳到第六节 蛮顺的 第五节好像是插进来了 就是说,他在苦难当中 一面看到外面的处境 但是中间,他时不时就抬起头来 然后对神发出赞美 说,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所以大卫就是 他不是一头被这些苦难 这样子好像淹没 他在这苦难当中 他还是会抬起头来 好像游泳一样,会起来换气 那一换气,就向神发出赞美 当然另外有个可能就是 当他在那边哀怨的时候 圣灵就改了他的口 让他起来发出赞美 所以接下来有个希拉 希拉开始在那边默想 奇怪 越想越觉得说 刚才我怎么开始会赞美 这个赞美的话是怎么冒出来 所以他这时候再开始更多的思想 神把一个光放在他里面 所以他这时候就细细的来思想 这个神给他的光 所以他这光在里面就越来越亮 他说,神啊,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虽然是苦难这么大 但是他说,我心要坚定 因为他里面的光照亮他了 他要唱诗,他要歌颂 因为他知道他神是那么伟大的一位神 他说,我的灵,你当醒起 琴瑟,你当醒起 琴瑟,你当醒起 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不要再沉睡了 不要再沉睡在自己的自愿自爱里面 他要起来,醒起干什么呢? 要赞美神 所以,他的灵要起来 琴瑟,就是要赞美神 所以NIV 说 awake my soul,awake heart and a liar I will awaken the dawn 我要把黎明唤醒 把黎明唤醒 就是说,我现在在黑暗里面 我现在在苦难当中 但是,我怎么样让黎明早点到? 就是借着赞美 我要起来赞美神 赞美到一个地步,黎明就来到了 我要把黎明叫醒 但是我们不是赞美 是为了要脱离这个苦难 赞美是因为神本来就配得赞美的 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赞美 对神是,在神看来是宝贵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神喜乐 我们就是要赞美 不是说为了要让我脱离困境 所以这个赞美是一种手段 不是,神是配得赞美的 我们就是要赞美神 让神,不管我们苦也好,乐也好 我们就是要让神喜乐 因为我们被造就是要来赞美神 敬拜神 所以他说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昌了 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大卫在洞里面发出这样的赞美 是远比他在宝座上所发出赞美 这个价值,含金量是高过不少千百万倍 所以一样的 我们今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发出的赞美 在神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 在这个洞中 但是他的心不在这个山洞里面 他的心已经在天上了 所以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已经跟神一样的坐在高天上面了 他的心远远的已经不被这些苦难所压住了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虽然经过这些苦难,才二十多岁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 你会想说,我们无多少岁 我们实在是生命当中有很多时间都浪费掉 我们应该要抓住我们每一个机会 要更多的来认识神 抓住我们每一个机会,来更多让神喜乐 好 好 好